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奇·哈勒韦则对乙军指挥官称 我们将进入加沙地带 我们将开始执行一项专业的作战任务 以摧毁哈马斯的特工和设施 同日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还公布了 以方在加沙地带的作战计划和目标 加兰特称 以方最终将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所谓安全政权 免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日常生活的责任 并为以色列及其公民创造所谓新的安全状态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 巴勒斯坦人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 对此巴勒斯坦人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